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股市战情市 我是阮木华 今天大盘收出了连二红的行情 不过盘中上演大怒声 各位看到 这个一度是杀到破平盘 下跌三点 不过后面又拉上来 中场是小涨了110点 那这110点叫小涨 因为涨幅只有0.48% 不过贵买指今天表现相对较强 各位可以看到同样连二红 但贵买指是创新高的 今天日K线上影线的部分贵买指是创下 今年的新高行情到272.11点 所以可见今天这个大盘的重心 有点往周小型股票走 这等一下我们会有两位的专家 来跟各位谈今天的盘式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 台股今天能出现连二红的行情 最主要还是挥打了 我们常讲成也挥打败也挥打 挥打股价连续三天压回 幅度高达将近14%的一个大跌幅 那真的也把市场给吓出一身人汗 总计是三天抹掉了4300亿美元的市值 使得挥打的市值跌破了3兆美元 不过我们常讲挥打 毕竟就是AI王者 跌了三天之后居然可以强弹将近7% 这个 昨天晚上一开盘挥打大概涨个2% 还曾经掉破2% 我想说这个挥打 跌掉10几% 只有弹2% 真的这个弹幅实在太小了 感觉起来有一点失望 不过后面行情是越走越高 中场居然可以涨了将近7% 市值重新回到了3.1兆美元 黄老哥还是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 挥打这三天从最高的盘中高点 140.76美元一股的价位最深 跌到了118.11 这个跌幅达到16% 对不起我刚刚口误不是14% 是16% 那昨天强劲反弹的幅度达到6.76% 所以跌掉16% 弹了7%上来 如果今天再继续弹 如果能弹到8%以上的话 两天如果能弹到8%以上 也就是今天再涨个1%2%的话 已经达到了一个所谓 中度反弹的格局了 那后面再创股价的新高 就非常有可能 所以今年晚上 挥打能不能续涨 我觉得也是一个盘式的关键 但是各位看到 市场资金似乎不满足 去做挥打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赚 就来赚大条一点了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 ETF里面有所谓挥打的 两倍的ETF 就是这档 这个NVDL 我们都要挥打的这个TIC 代号是NVDA 你打NVDL 你就可以看到挥打 但是你打NVDL是什么呢 是挥打股价两倍 那根据MarketWatch的报导 这InterApp Broker的策略长说 过去5个交易日 投资人对于挥打的兴趣 强烈偏向买方 也就是 股价回挡 但是大家还是买 那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 NVDL 这个两倍做多挥打的主动型ETF 在InterApp Broker的平台上 成交量居然可以排到第11名 而且资金各位注意是呈现净流露的一个情况 代表什么 代表敢赌的人很敢赌 赌你两倍 赌你继续涨 那辉达的选择权 Delta偏向做多 我们知道这个Delta是看多空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意思就是投资人比较倾向什么 买进买全 这个Buy Call 同时卖出卖全 也就是说我今天赌你大涨 同时赌你不跌 这个卖出卖全 Sale Put的意味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投资人不怕挥打跌 我跟你拼了就对了 所以这个做多的意愿非常浓厚 看起来大家都很有眼光 认为挥打股价还没涨完 然后应该是这样 所以今天晚上 挥打再继续涨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台阶也是强谈 但我们可以看到 挥打强谈 也跟他的基本面有关 他的Hopper BlackWare的架构 他的GPU 跟NVlink 36的需求真的是超夯的 大魔分析师就说挥打 需求面非常强劲 出乎意料的是 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半年最主要是出H系列的这个晶片 下半年就会进入到B系列的晶片 那出乎意料是H100需求还是非常强 H200有限扩厂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BlackWare架构 要到明年中的产已经全部被定光了 明年中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你想买都买不到 另外专为中国市场推出了降板的H20也大量放量 最近这个H20 这个降板虽然说速度慢很多 但是也没办法大陆想买只能买这个晶片 那辉达市值已经膨胀了一兆 就是上一次财报公布也没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辉达展望 在大魔分析师的眼光里面认为还是相当不错 另外瑞颖也认为 这个企业高层对辉达很具信心 在执行AI模型的训练推论业务的时候 挥达产品还是首选没有办法 这个分析师他们在工程师的部分 全部受的教育 他们从开始学就是学挥达架构 学KUDA学这个函数库 你说叫他们去改用这个AMD的有可能吗 他们要从头学没有人会做这种白工的 所以都会告诉老板你买挥达就对了 所以现在目前更加倾向这个Hopper架构的 H100 H200 这个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瑞颖的分析 另外Jeffrey这个证券公司的分析团队 他访问亚洲供应链的时候也说 上修挥达GPU伺服器机柜的预估值 这当然就对于鸿海是一个利多了 他们发现挥达已经要求供应链 把这个B系列的晶片扩大产能25% 这个所有都是利多消息 看不到挥达有什么乌云 所以基本上超夯的 超夯就是你现在这个趁挥达股价回挡16% 你不买你要更带何时 果然昨天晚上就从2%涨到了快7% 那回到台股来看 今天的加权指数中场是涨了这个0.48%的幅度 只有涨110点 盘中最高有突破23000点 不过距离这个上周本波段的指数的最高点 历史最高点的23400 06点其实还差了大概300点的一个空间 300多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基本上上探还是有一个300点的 大概1%左右的这个空间有待克服 而且今天盘中大怒神居然杀下这个平盘 从23000点一路杀回了22800点之下 所以这个大怒神这个杀的也是够呛的 但杀完之后又往上拉伸了 这个中场涨了110点 涨幅趋近0.5% 但是贵买值涨幅是超过1%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贵买里面的权重股 全部是一片通红 所以可见今天资金有点移转 因为毕竟在这个F4的部分 虽然说台积电收出连二红 联发哥收出连二红 广达收出连二红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鸿海是收黑K了 而且鸿海收盘是下跌1块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的两位来宾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现在目前呢 投资人应该着重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方向 我们要把资金赶快移往贵买吗 还是呢继续调为F4呢 那我们今天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呢是V哥Vincent 慕华哥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那第二位我们介绍的是 永峰投资的资争分析师杨碧如 碧如你好 慕华哥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两位 要好好的帮我们来解析一下 因为这个盘式实在太有得谈了 首先我要先请教这个碧如 就是说在一连串我们刚讲 挥达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之下 那根据你们法人业界的一个研究 挥达真的有这个外资分析师 一连串看得这么好吗 其实大家都是边走边看啦 我们老实说 但是边走边看 我们总是要有些数据来支持 我们先回到那个 整个产业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几年 其实在过去伺服器 它的产值持续的扩大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四大云端厂商 其实大量的资本支出 把它推升上来的 那这个趋势其实到现在还在 而且现在这个趋势还在 主要是落在就是AI所带来的一个浪潮 那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对于 刚刚姆华哥提到过的 GP200 NVIDIA的新产品系列 那预计在2024年的第四季会推出 那这个产品一推出来的话 可能这个产值又会再增加 因为它的售价是比较贵的 那售价比较贵 为什么市场上还是这么乐观的看待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这个GP200刚推出来的这个新的 它主要是在 它主要是以一个RAG为单位 那市场是认为说大概会有1.5到2万个 这个RAG可以出货 主要的单价大概是200到300万美元 大致上我们就想乘1亿台币好了 那这1亿台币我们再看到下一页 为什么市场上会想要用它 你可以看到当GP200跟之前的H100 这个价格虽然说H100这边价格 大概是1000万台币左右 但是1亿跟1000万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落差 可是在效能部分 它的这个推论效率就是高达了15倍 训练部分达到了3倍 高速的资料处理高出了2倍 所以整个推算下来 它每一个单位的算力 至少成本可以降低50% 这样看起来就不贵了 所以大型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个部分 它对这个需求是比较强的 那中小型的这个企业的话 它可能就是对于这个H100这边 因为还是价格的考量 所以说各有它所需要的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的部分 可以看到除了在伺服器这一块 已知对AI需求的这个部分之外 其实在这个6月中旬 这个苹果的这个WDC全球开发者大会 他也宣称了说我的AI我的IOS 要有AI这个部分 Siri会跟这个Chap GPT合作 那以后它这个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做一个互相连结 去做出这个AI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我们想一个方向 现在光是这个伺服器 大家就这么火热 万一未来苹果再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大家有多少那个苹果的这个智慧型手机 那这个地方 当然它就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所以这一段题材是这样带上去的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的部分 先不要去看我们比较保守的估计 就是在这个没有Apple这边参与的情况之下 其实随着台积电的CoA这个产能 慢慢的这个开始顺畅 然后扩产 那预计在今年底大概是4.8万片 明年应该可以扩充到50万片 如果顺畅的话 那用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现在NVIDIA的晶片 它的这个推出的一个销量 其实最主要是受制在台积电这边的 产能的一个取得不易 所以说我记得在这个月初的Computex展 皮一哥就是黄仁勋辉达的执行长 他就过来说台积电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价值非常的好 那真的太可惜了 应该要涨价 他鼓励涨价 但是一个好好的霸主 为什么要鼓励他涨价 其实背后的原因 固装我给你让一点力给你 我可以拿到这些这些好处 就是最起码我可以拿到这些惨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说 在那个NVIDIA 还有AI这些趋势之下 那整个趋势还是往上的 而且从ChartGPD是前年底开始出来的 到去年初整个AI开始爆发 到现在大部分 差不多两年吧 两年这个时间就一个产业的周期来讲 其实他还是处在这个初期的阶段 所以就NVIDIA的部分 我们认为他应该还是可以维持 现在的这个阶段 也就是沿着季线 季游的一个脚步 慢慢的往上 当然了现在离季线很远 所以在高的时候 拐力太大 拐力太大 大家就会担心说我会不会买高了 可是要注意到是如果来到季线的话 他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 有支撑的一个点 可以尝试的看看说 这个地方的买力怎么样 好 我这季线现在目前在100块附近 对 如果来到100块 我个人一定大买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肯定是欧印的 我是觉得要拉到季线不容易 不容易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连续三天押回16% 马上就强谈7%了 对 但是如果有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认为他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对 我们请导播回到上一张壁如的字卡 你可以看到整体法人预估 NVIDIA AI晶片产值 预估今年产值是1119亿 那这个基本上 他的AI晶片 就是算在他整个资料中心的营收里面 NVIDIA资料中心的营收 大概现在占他整体营收85% 所以基本上NVIDIA最重要就是资料中心 就是AI晶片 就是GPU的部分 他以前的Gaming这些其实都已经不是重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刚毕如也讲到H100是今年大宗 但随着B100B200 今年下半年第四季到明年整个开花结果 预估2025年整体的产值 就是说在资料中心的部分 会到1706亿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成长的幅度非常的惊人 还要再大幅的成长 这个600亿美金 600亿美金算1100亿的基期的话 大概要成长超过五成 所以明年还要再成长超过五成 你去算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力道 那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长力道 因为它的base已经非常大了 它一季的这个资料中心的营收 就是200多亿美金 它全部的营收在260亿美金左右 还要再成长到这个1700亿 那增值的幅度高达52%的YOY 你就知道说NVIDIA明年的一个增长的力道 其实是非常强劲 当然如果它的毛利一直可以keep在7成以上到8成 甚至它现在已经接近80%的一个毛利的话 那就知道它真的是赚钱如赚水 它现在一季的EPS已经超过6块美元了 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一个赚下去的话 全世界钱都被它赚光了 所以当然它可以让台阶涨一点 所以说它就分一点这个根给台积电 应该不是讲分根 就是接一点肉给台阶 但是据说它也是只让台阶涨4nm 3nm它也没让台阶涨价 所以说台积电要全面的高阶制程涨 挥达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4nm涨价 但是我觉得挥达策略很厉害 4nm涨价其他同业就更没得竞争了 你用4nm制程的话你全部被涨到 我的3nm我明年就是整个全部进入到3nm 所以我觉得黄仁勋算盘拨的是比谁还精 当然对台积电来讲反正有涨价就是利多 它也要keep53%的毛利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就是说台积电最近的股价 走势确实有受到散户大量进场的影响 各位可以看到最近融资余额增加了非常多 散户居然在980这边all in台积电 真的是也非常的神奇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神奇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吉保最新的股东人数统计 截到6月21号台积电股民来到119.8万人 跟上周的116.1万人比起来 单周增加了36000个股民股东数 进一步跟去年的118万7000比台积电成长了许多 今年增加了1万多人进场当台积电股东 当台积电股东不是不好 但问题是你all in在980 这个地方短线就有套路问题 因为这波台积电到昨天最低点923 这个984的高点 杀下来也杀了61块之多 但今天台积电是上涨15块 昨天涨5块 弹回了20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台积电股价是收在960 但是离高点984还差了24块 上周所创下的历史高位984还差了26块 不过日K线还是收出连两红 台积电还是厉害了 至少各位可以看到 他今天的股价又重新站回了五日线 也就是说站回了所有均线 这边我们就来谈一下台积电 因为毕竟谈到辉达 不谈台积电好像也不对劲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比如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后续我们要观察什么样的重点 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的一个股价 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 他目前的月线到 月线到季线这边整理之后向上 其实今年以来都是维持这个惯性 到目前为止虽然说 千金这个地方 可能心理关卡压力还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在逢低的时候 应该还是相对的有一些机会的 一个机会存在 另外在旺系的部分 旺系是做探针卡的 他主要就是 因为今年探针卡或者是在半导体的这个 半导体设备这边 其实看起来整个业绩都是慢慢的 往上逐迹的成长 那明年在新的产品 探针卡新产品还有一些 AI的这个趋势的一个成长之下 股价还是会持续的创高 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看到说 法人尤其是在投信是买在前期的 那最近换外资在买 可是比较麻烦的是这段时间 可能是到了季底 投信这边在做一个结账的动作 所以股价恒在这边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也是观察一下 月线的这个支撑的一个换手力道 因为毕竟它在这个地方 股价是比较平一点 那也是面临到前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观察重点在月线 另外就是在中砂的部分 中砂这档股票今天表现相当的强 还一度拉高到涨停板332.5的位置 那中砂的中砂最近也是 外资在做一个加码的一个动作 主要还是因为在下半年的这个客户 他的客户开始进入量产 不管是说在那个美光啊 或者是台积电这边 可能再陆陆续续的去做一个拉货的 拉货量产的动作 那明年的话还是有一些客户 也就是台积电一些先进制成的一个量产拉货 所以说整体半导体释况回温 那他的钻石碟又是做大概是在5奈米以下 比较先进制成的 大概占比都是在50%以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受惠的程度是相当的高 所以他会比较符合这个趋势 那这档股票因为其实他每涨一段之后 他就会休息比较久 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追高 另外就是帆宣的部分 6196他是做这个厂房设备的 这档我认为说相对前面涨多的 他前一段时间他的股价整理是相对的比较温吞一点 那相对来讲他比较具筹码的优势 那现在只等待突破 就是出量长红 那今天有长红虽然说说上一天 但是明后天如果换手状况不错的话 应该有机会去做一个另外一个空间的演出 那我们会认为说 在这个地方大家观察的重点可能就是在这个季线的这个下方的这个转折点可能就是在季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深微能源跟云豹双双亮灯涨停 这个地方就不得不炫耀一下 我们这个股市战情师最早请到Vincent 在我们节目开播没有这个多久 Vincent就跟大家来谈到整个所谓除能概念的族群 从Vincent讲除能概念到现在 如果各位有去注意这个族群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的涨幅非常惊人 大概都涨了六成到七成的股价的一个涨幅 这个不得不炫耀一下Vincent哥的功力 这个我帮你讲了 那今天我们就因为深微能源跟云豹双双涨停 所以再请Vincent哥 再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除能真的有这么好吗 当然最近最主要的新闻就是挥达开始 要跟台湾的这些除能相关的公司 或者是太阳能发电的公司来购买所谓是绿能 因为毕竟将来整个在环保需求下面 绿电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Vincent这个挥达买绿电 是不是推升这波除能概念股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呢 当然是他就是一个引爆点 但事实上是不是因为他买了才大涨 我认为不是啦 其实说大概在两三个月前我们会 三个月前我们会提到这个族群 只要是整个长线来看 我一直都提醒 主要跟各位分享的都是产业的一个趋势 其实趋势就在那边 那只是说哪一家来引爆 那就算没有挥达 那其他的来买绿电那还是会引爆 好那我现在再大概的让各位就是review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绿电到底处在什么样有利的环境 那我们来看台湾的这个绿电需求 我们第一张各位看到这个需求 其实你也不用看数字 你光看那个图形的颜色你就知道整个趋势 大概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都 你大概几年之内不太改变这种斜率 所以从这样的这个年复合增长率 这代表什么 其实以法规来讲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足科所有的半导体公司 所有的电子业其实未来 他都必须拿出一定的碳足跡 否则他的component是没有办法出口到欧美 所以这个是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在下一张我们看一下 那既然是需求是不太会改变整个趋势长线往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这个长期绿能建制的这个一个预估 那上半这个图上半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两个红色的栏位 一个是太阳能一个是离岸光天 这个是主要我们台湾现在绿能供应的这个区块 那如果你纵轴我们再看那个2025那个地方 他过去五年其实这是跳 等于说这两年 今年到明年是跳升最快的地方 因为我们讲说 那个风力发电也已经建置了大概 两年的时间 大概已经要进入那个陆陆续续完工 要上网大概接到这个电网 所以这一部分成长速度很快 那是不是那到明年是不是就没有 没有喔你再看跳到这个2035的时候 他是从那个数字5600你不要管他单位 5600一跳跳到那个2万开头 你就知道这个威力有多大 所以我只是分享产业趋势啦 那短线的股价我就在这边不做预测了 因为我老是抓这个是主人嘛 但是那个狗我老是抓不准 你就太谦虚了 真的真的来我们节目你不可以这么谦虚 因为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啊 好那下面我们看离岸风电另外 就他能源别以发电的单位是异度 他也是这样跳 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各位就是 至于放在心里面就有个谱嘛 这个要看的时候你这个可以定格啦 大家复习一下 那我们快速再看下一张图 好那主要以太阳能来推广 那太阳能他跟风力发电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台湾我们知道地狭人愁嘛 所以目前经济部在整个调查 这个调查整个重编以后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你越盖 因为台湾地很贵啊 我不要讲说盖房子的地 现在连农地都很贵啊 所以乌娃哥我大概知道 现在没有地便宜的 对对对 所以说那太阳光电的场域 现在大概未来趋势有哪里 结论就是大规模太阳能的开发 他会只剩下余电共生这个部分 还会有大幅成长的机会 那当然这个 这个有分 当然有分好几项嘛 有八大领域 有学校的 有工业区的 那有工有房舍的 那装置容量 右手边那个栏位 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建置的 所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还很长 不是说这个月涨一涨 后面没了 这不是一个题材 那余电共生的部分 右手边你看到那个栏位 他有个四季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太阳能 他未来的可能就是重点 因为我们知道全台湾有很多 那个养鱼的地方嘛 所以这个大概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一张 就是整个 那除了我们讲说 绿能的发电 我们发电以外 那发完电之后怎么办 我们知道 你太阳能的话 晚上月亮没办法发电 那风能也有风 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对 那有季节性 那除能的规模 那这时候就派上用场 所以各位看到那个重轴幕 底下横走有2023 2024 2025 那一路上去 那我这边就不赘述了 那个深蓝色的部分是 单年度的这个市场规模 那红色的话是 假设我们推动速度快一点 那个乐观 他有一个 一般的一个乐观的这个预估 那不管怎么讲 他整个趋势都是向上 不管你是蓝色的这个市场规模 累积的规模 还是红色都一样 所以这个是确认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看 所以一个是发电 一个是除能 那这个资料呢 台湾这个绿色能源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 每年建制 我们不要讲累积的 就你今年建制完了嘛 那可能台积电或是其他厂商 还是其他就一签约马上就卖掉 那你每年新建制的这个瓦数 就列在这个地方 那蓝色的是那个除能的容量 红色的是风电 那这个太阳能是绿色 所以你看他从今年2024到2025 他还是逐步是往上 那你看到后面那个平的部分 不是说他不成长 这是新建制的 新建制 这每年有这么多 那那个数字各位就自己再慢慢看 我们这个节省时间 那我接下来我就举一个例子 当然这是法人预估 那当然我举这个是说我刚好抓 因为这个是整个一个族群 一个族群 那我只是采样其中一个 就是说今年在法人评估这么多家里面 EPS大概最高的会是这一家 那我股价做不做预测 各位自己去做个判断 所以代表说其实我们整个绿南的需求 其实现在大概路应该只是走 有没有三分之一我不知道 应该 那所以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做研判 那今天还带给大家这个新的一个产业 也是跟 我们讲能源跟我们息息相关 那接下来带一个跟我们生活也相当有关系的 那我先讲一个花 彩蛋来了 那我先花一分钟讲一个场景 各位如果有去那个什么 不管是家乐福或者是全联的大卖场 那去买东西各位有这个经验 那有时候我们如果时间不对的话 他刚好是那个人很多的时候 那你就会等很不耐 反正我常买个饮料 或买一块面包而已 结果要排队排很久 为什么因为前面几个人每次都买一篮子 我也不能说我只买一个东西 让我插队一下好不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讲说 电子标签的应用 这未来就可以解决这个方案 会有效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说现在你去Saven也好 或是你去这个大卖场也好 他就是一件一件拿起来少那个条码 就逼一下逼一下 那万一我整个篮子有五六十件 你不是在逼五六十下 不不我的时间就被你逼光了 逼死了那还得了 那现在是有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你只要一篮子 用现在这个产品电子标签 各位画面上看到 你一个篮子 不管你是有100个品项 200个品项 你只要走过那个通道 B一升全部都结账完毕 那其实在国外已经很多 那台湾因为还没有比较慢 那这个就有效率 但是它是一个趋势 它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人工成本 就不会你在全联 每次都他们人多的时候 就请资源收银 请资源收银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口号 就常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画面 那这个就电子标签 它有主动式 办被动式 有被动式 那主要未来大概都是被动式 其实我们 那个像悠游卡 你搭捷运 搭那个什么公司 其实现在都是也是用 类似这种的原理 就是电子 它就是用这个感应的方式 就是被动式 那现在来讲有个好处就是说 其实这个技术并不是很新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发明 20年前就有 20年前 沃尔玛是用在它的仓储管理 但是因为成本很高 成本很高 它没有办法用在一般的商品 那 但是现在成本 越降越低 各位看下面一个画面 下一张字卡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 下一个有被动式电子标签的多元应用 这个部分 那前面有几行字 前面有几行字 那我红色特别标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成本 那它成本已经降到非常非常低 过去来讲 大概比 大概16年前成本已经降了 剩下原来的5% 5% 等于说 它现在单一一个这个chip的这个 这个价格可以降到 大概0.036美元 等于说大概新台币一块钱 所以很显然我们如果从 从这样来看 那你现在如果说一个这样的标签 这种感应的晶片已经降到台币一块钱 我想那个 这个就可以普及了 所以各位来看 未来的应用是不是只有大卖场 我想在日本的 譬如说你出国UNIQLO UNIQLO那种大卖场结账 大概都是用这个方式 还有未来一个就是大量物流 那物流中心 那可能一个月处理要几亿件的这个包裹 那他怎么管理呢 他怎么这个 去分财 去分别的 事实上是用这个 所以这个 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产业 那接下来 这个产业在我们 台湾 那有一家公司 那分享给各位 就是说 各位看 6863的这个永道 那到底他的普及点的 这个所谓的甜蜜点来了没有 那我们光看 永道的这个盈益率 他大幅跳升 那我们当然就知道说 现在就开始 现在开始 那盈益率能够跳到20以上 那个是另外一个境界 通常我们电子业 大概就分一半嘛 一个是20以下 一个是20以上 那各位在下一张字卡看他的营收 营收你看 如果说 我们想说第二季已经 快要过完了嘛 再一个礼拜就过完 那现在的营收已经公布两个月 代表呢 这一张 这个考试卷 你已经看到答案三分之二 那我们看到这四五月的营收 是这么的高 那如果配上他的营益率 刚前一张字卡那个营益率的话 很显然 只要六月份 可能再过一个多礼拜就公布了 只要六月份的营收 不要差太离谱的话 大概差不多的水准 你要知道他单季的EPS 会冲到多高 所以这个给各位一个概念 因为你的答案件已经 这个答案已经让你看了三分之二 这个有这个营益率 然后又有营收 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字卡 那代表呢 这个第一季的EPS是2.5 那可以想像第二季的EPS 当然他就可以冲的很高 那最后一张字卡呢 也是我留给各位投资人的一个功课 这个过去我在这个 这个业界我在自营部呆了那么久 我真的从来没有看到一家公司 IPO挂牌一年多以后 股东人数没有增加还减少 那我这个就看不懂了 我想这个功课 我就留给大家晚上好好思考一下 很奇怪 这个筹码到底是留到哪边 我想当然大体 不是留到这个市场的中实户 那当然就是大股东的关系人 那这当然就 我也不知道什么解读 就留给各位 那我们不做短线的股价的研判 短线波动还是有风险 但是今天就分享这个产业 那你就记得这家公司以上 所以你已经留下伏笔了 未来一个月大盘会大幅度拉会 你心中是这样做的吗 我讲错了 我们要有风险意识 这个也留待给大家自己 再去回家做功课了 Vincent今天留了非常多的这个补笔玄机在这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总经面上面却显示 美国的消费者 现在目前的信心是缺缺的 虽然说股市很热 但是呢你从 先前的密西根大学的消费心指数 那以及呢最新的 资商会的消费心指数 你可以看到 美国消费者确实在高物价 以及呢现在 整个经济趋向 整体疲弱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消心指数是续降的 已经降到了100.4了 快跌破了100分界线了 这个5月的数据也下修 那同时呢 4月的数据也下修 所以连续两个月呢 消费心这个所有的指标 这现况指标预期指标 跟消心指标全部都呈现一个 相对疲弱的一个格局 所以大家发现说 美国呈现冰火两极的一个状况 是很明显 可是呢联准会的官员 到底怎么看待 现在目前的市场状况呢 叶伦昨天放话了 他说呢 明年往这个2%通膨目标前进 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他说联准会应该要知道 这个所谓的通膨风险 也就是说你太执着于 所谓通膨不下降 这样子的风险有可能产生 叶伦的意思是什么 你赶快降息就对了 他已经在下指导期了 他作为财政部长 他当然希望降息 他当然希望 国债发行的利率更低嘛 所以财政部长 怎么可能希望利率这么高嘛 所以叶伦不断的在放话 但他也不能讲的太明白 为什么 因为毕竟不在其位不摩其政 他已经讲了够白了 听的人了 听得懂就听得懂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包人的这个 赶快下降利率就对了 但是联准会陷在里面的阴歌派对垒分明 比如说李氏 这个包曼非常阴 他居然说什么 不排除升息 他说如果通膨没有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的话 他个人不排除升息 然后站在他那边的 有旧金山联准银行的总裁戴利 戴利在包曼发言的前一天也讲了 他说今年看起来是没有降息的可能 这两个人一口同声的 这两个铁娘子很厉害 一口同声的 都跟你讲说今年没了降息 但是也有站在包尔这一边的就是库克 他同样也是联准会的理事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降息还是在某个时间点上是适合的 其实这个话就跟包尔是同一边的 所以现在目前联准会里面 这个八个理事其实是分成两派的 那当然是有站在包尔这一边的 也有是站在像包曼这一边的 这个两包对决 我想这个可能跟民主党 这个共和党大家选边站 赌谁会赢是有关系的 这中间还是有些政治学问 这个鸿海危机持续 新加坡塞港问题18个月来最惨 这个压力已经蔓延到临近港口 而且最近以色列非常有可能 对黎巴嫩全面掀起一波大战 虽然说以色列国内的反对反战声浪越来越高 但是暂时内阁 内坦雅胡似乎是一意孤行 看起来是对真主党 是也要像哈马斯这样子 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一个感觉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整个现在目前 鸿海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 新加坡也塞港 新加坡塞港的情况非常严重 当然今天这个航运股是相对比较弱势 不过呢 如果说基本上这些运力的问题 持续的无法解决的话 我想后续也许航运还是有这个可看的之处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好像都跟我们这个永峰集团蛮有关系的 这个永到元泰都多这个电子标签 我们今天请到这个永峰金控旗下的这个 永峰证券的分析室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是阮木华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